HELLO 大家好 就是應大家的要求就是 我這次把我的作品 Share 給大家看 不過這個先要了解的是 我設計的東西是3D列印的東西 它並不會跟實際上的量產品 這麼類似 所以可能要先了解這一點 然後再做決定要不要購買 不想造成大家的困擾 我們現在開始介紹這些東西 跟用法 這是比較簡短的錄影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 如果興趣再跟我講 謝謝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目前我設計的東西 那看起來質感上感覺好像還不錯 蠻美的 就是很滑順 但其實 拿大的東西並不會是這樣 就是這是我做過後處理的 已經處理完做過噴漆的樣子 那 假設是3D列印的產品 應該是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會有一些列印的線條 可以看到很多層次 有一些列印的痕跡 這是實際上會長這個樣子 這是經過後處理 就是可能 拿到產品的時候 大家要用一點心去做一些打磨的動作 那 現在來看這個使用方法 看起來跟一般的 基座並沒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原廠的 原廠的GARMI 那坊間還有一些像 蘇聯 這是蘇聯出的產品 也是單耳的 但是蘇聯的後面 並沒有可以做外掛的動作 它是空的 那像 GARMI原廠的是 還有兩個預留孔 那外面有人賣說 可以裝 Gopro的一些 外掛的 卡鉤工具 是可以買上去的 如果說並沒有 並沒有說 一定要像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建議可以直接去市售買 類似的產品 並不一定要跟我下單 因為畢竟它是3D列印的東西 它還是有它的極限存在 那再介紹一個是 先前我有裝過的 是金屬製的製品 它也是 GARMI可以使用的 它底下已經有附上 Gopro的轉接座 但唯一的差異是 它是封閉式的 那最讓人 夠冰的就是 這是GARMI H1000 它的座 但它的充電器 充電孔 卻是在下方 充電孔在下方的時候 然後在這種 封閉式的產品上 裝上去 是無法做充電的 那如果說像 樹蓮這種東西 這種設計 組裝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樹蓮的 但看似好像並沒有阻擋到 可是實際上有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就是當你的龍頭 組裝上去的時候 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是會把充電孔給遮蔽的 原廠的也是一樣 因為這兩個長度是相當的 原廠都會有這個問題 但只要你是GARMI H1000 如果說沒有做長途 長途騎乘 應該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 本身有去做 像一日北高這種 比較長時間的 至少會騎乘 10個小時以上的 活動的話 相信GARMI H1000的續航力 是不夠的 所以一定要靠 電力來輔助 那怎麼輔助電力 它已經把你的孔都封住了 你只能把它卸下來 當卸下來的時候 你會看不太你的錶 所以這是比較重大的問題 那我現在把它卸下來 看這個差異是在哪邊 在組裝上的話 它 目前這個設計 它跟一般的也是一樣 放上去 轉90度 它並沒有搖晃的問題 它上下的晃動也是幾乎是沒有 所以它可以很穩固的上巴 但是這時候說 咦沒有電了怎麼辦 但其實 這個方向看的話 是 足夠去把你的充電孔拿出來的 好 現在看 充電孔 好 有點暗 看不太到 等一下示範一下就知道 那我選用的是 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 在房間上想買什麼 應該都可以 知道Size是合的話 那我的設計方向的話 就是 我習慣是把它做 橫式擺放 就是這樣子 橫式擺放 它也是卡得很穩固 上下都是可以的 那好處是 如果我需要充電 我可以直接把USB 因為剛才需要兩隻手 所以 必須關掉機子 其實看 它線是已經插上去的 現在螢幕是關機狀態 那我們來看 把電源 裝上去 好 行動電源開始充電 它也提供電力 所以這樣子的話 它是 很方便在做 嘎米續航力的維持 因為這樣子的話 一字北高 或雙塔 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畢竟你背了一顆 這麼大的電池 那在它的其他的 應用上 會不會 跟其他MT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今天 你是裝這個 當然如果說 你的電力是足夠的 可以不需要這些設備 那你就可以把它卸下來 現在這個線直接卸下來 它是可以直接充電的 那今天如果說 你有攝影機 GoPro 同一個孔 對上去 旋轉 對上去 旋轉 也是不會移動的 有一個蠻穩固的設計 這樣子 你就改造成 可以裝GoPro的 行動裝置 另外再介紹 大家有一些疑問 這種東西 這個是要來做什麼的 我這邊現在 剛剛把它綁上了一組 這就是你 可能說你想 放在哪個位置 都可以隨便你放 但是 目前沒有附橡皮筋 相信這東西 大家很熟悉 應該可以買得到 然後附給的時候 後面也不會有這個 防滑的 軟墊 這個軟墊可能 其實去買一些切割 防滑墊 或是指滑設置的東西 其實 房間都買得到 你只要把它貼上去 就不會傷你的愛車 因為這是畢竟 手工自己做的 並沒有太多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 其實如果不跟我買 房間也是會有 大意去找也找得到 其實也不是很 一定要跟我這邊 做購買的動作 只是有這東西 可以提供大家做個服務 那可能說 好像 出去的時候 也許 會有對角的可能性 像我跟我朋友 可能說 自己一人一台車 我就不需要 Walking Talking 可是Walking Talking 這東西 拿來身上不好做 放在手把上 其實是個蠻好的選擇 其實很簡單 跟Garmi的裝法是一樣 你只要把它背膠黏上去 這樣 就裝上去 這時候 你就可以做 對角的動作 它也不會掉 因為它很穩固 然後要卸下來 也是很簡單 逆死 方向轉 它就可以卸下來了 那當假設說 你如果說 像可能我自己 有設置一個 喇叭 這個座也是我自己設計的 把它放在上面 但如果說 你的休閒期 需要聽音樂 其實喇叭應該是個 蠻重要的東西 那如果沒有電怎麼辦 因為它這種小喇叭 續航力很差 一樣 有這個Mount的東西 你只要可以把它綁上去 假設是綁上去的 你只要把你剛有用的行動電源 一樣 放上去這邊時候 把線牽上來 就可以做個續電的動作 只要你的線 大概只要20公分吧 這位置隨便你把 應該都蠻好用的 就這個Mount的功能 這是四方形的Mount 那如果說圓形的話 會稍微再大一些 四方形的大概是 30mm 就是3公分寬 那圓的話大概會到40左右 所以這可以考慮到底要賣哪一種 當然這個貼片 房間也是有 但是更大 房間大概到45mm 大概4.5公分 方形很大一個 那這就是目前所有的介紹 如果有其他的疑慮的話 可以再留言給我 製程間段的錄影 謝謝大家